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人开始愿意拿起毛笔写字 但是要控制好这支毛笔是需要投资时间的 所以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而放弃 中国书法馆李清河馆长致力于书法教育的推广 也积极克服此点 他以自身的经验研究出一套修补笔法的书写技巧 并透过许多教学验证证实 修补笔法是可以让初学者快速掌握书法学习 并克服毛笔不听话的困境哦 这也是节目一直以来我们所运用到的笔法 是不是很厉害呢 接下来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带来修补笔法的重要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七大法门的撇的练习 撇分为长撇和短撇 撇的弧度要掌握得好 才能显现出笔画的刚柔并技 那我们就开始练习吧 撇的笔法 御书笔的撇是还蛮有特色的一个笔画 它结尾的地方它会是圆润饱满的 或是有这种垂坠效果的 好 短撇和长撇通常都会带有这个弧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短撇怎么写 好 下笔 一样45度角的下笔方向 好 送出去带有一个弧度 位置到了之后呢 往下方把笔收回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轨迹 下笔 送笔带有一个弧度 之后往下方再往中心收笔 这样你的笔画看起来会很圆满 好 下笔 送笔 好 收笔 那我们带入字来示范吧 好 牛 短撇通常位于文字的上方或是中间的位置 好 牛 再来横 左低右高 好 左低右高 左低右高 同一个字 里面的横尽量它的角度要一致 好 竖 就会自然的压在中心线上 好 往下送 好 结尾的地方 收笔 好 写完字之后最后记得 文字的头尾笔 会让字看起来更有立体 好 这里 不平整的地方可以趁机会把它修补平整 好 竖 好 竖 圆润的头尾 长撇通常都用于文字的下方居多 下笔 好 带一个弧度 把笔往旁边送 位置到了之后我们把它拉起来 营造这种垂坠的感觉 好 垂坠的感觉 好 再一次 下笔45度 脚下笔之后 带一个弧度往旁边送 位置到了 把笔拉起来 就好了 好 这个垂坠的感觉 那我们带入文字做示范 长笔要示范的字 是财 人才的财 好 横 左低 右高 好 收笔 好 竖钩 在这个字里面 它会在中心偏右边一点 所以在中心线的右边下笔 下笔 好 往下送 位置到了之后 直接拉起来就好了 好 再来撇 在这个对角的地方 把它撇这个笔画 送出去 好 带一个弧度之后呢 往旁边拉起来收笔 好 有时候 垂坠感和圆润饱满的感觉 它是需要靠营造的 所以这时候修补笔就很重要 尤其在浴书体里面 好 再来横的头尾笔 尾巴 再来竖的头 圆润的感觉 好 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示范 今天的课程 七大法门撇 就上到这里啦 御书体的学习简单又有趣 只要你肯写一定会进步 下段节目就由李清河馆长 为大家带来一笔字表演 我们每周二晚上十点 会上传新的单元 每周五会有本周课程的 英语翻译影片喔 记得准时收看 我们下周见啦